关于天下大事野论财富人生 大家好 我是百年 2023年中国民间固定资产投资 同比下滑0.5% 这是历史上民间固定资产投资 首次年度负增长 而代表企业维持活期存款意愿的数据 M1 2023年仅同比增长1.3% 位于历史极低的位置 这也反映了企业经营意愿低下 不愿意持有现金流 而是多换成了定期存款和理财 这两个数据 体现出当前民间资本的信心较低 而如何恢复信心 将会是今年政府部门的工作重点 但是回顾历史 过去我们支持民营经济 促进信心的政策出台了不少 一轮又一轮 很多政策的落地效果却并不明显 至少大A股又跌回了2900多点 反映出我们的投资者们还没有完全的买账 这是为什么 我们需要思考的是 促进经济信心恢复 什么样的政策才是真正有效的呢 2024年开年以来 几乎所有政府部门都在开会研究一件事 那就是如何促进经济信心的恢复 向国家发改委开年第一个工作日 就在福建近江召开了 近江经验学习交流会 会上央行金融监管总局 最高法的有关负责人 也专门从北京跑过去 与当地的企业家交流 1月8号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提出 今年要加快民营经济发展促进法的立法进程 1月9号发改委又开了一场座谈会 与浙江等地的民营企业家交流 了解经营过程当中的困难和诉求 2024年刚开年 国家部委一周三场会都是关于民营经济的 体现出啊 今年国家对于民营经济的高度重视 力度不可谓不大 地方上呢 支持民营经济的措施就更多了 像广东刚刚出台了民营经济30条 内蒙股颁布了民营经济税务优惠20条等等 往前回溯啊 这轮各级政府对民营经济的支持啊 起源于23年7月份 国务院发布的总纲民营经济31条 再往前呢 2022年乃至2018年 国家定点支持民营经济的政策数量都有不少 但是呢 从结果来看 目前民营企业对于扩大经营 提供就业 仍是有忧虑的 就像视频开头的数据啊 就是最新的例证 非常值得思考的是呢 为什么很多政策字面上看起来很好 但是具体执行过程当中却走了样 民营经济并没有感受到应有的优待和保障 其中一个原因是呢 很多地方政策出台互左互右 缺少法律依据 反而让民营企业感受到了不可预测性 对于这个问题啊 最近另一个搞经济改革的国家阿根廷 就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教训 阿根廷新总统米莱 刚刚上台仅一个月 一个月的时间里啊 他将18个政府部门裁减为9个 将阿根廷比锁的官方汇率大幅贬值54% 另外签署了366项经济改革法案 米莱的改革看起来大刀阔斧 但最终效果怎么样呢 货币贬值之后 阿根廷的通胀率从11月份的160% 飙升到了12月份的211% 阿根廷因此超过了委内瑞拉 成为了拉美通胀最严重的国家 米莱的劳工改革 因为涉嫌违法被阿根廷最高法院叫停 由于经济秩序混乱 阿根廷十多个省啊 先后宣布进入经济紧急状态 街头抗议增多 中国驻阿根廷大使馆 还特别发布了安全提醒 到最后 米莱的支持率两周内下跌了6% 20天的时间里 54%的阿根廷人反对米莱的经济改革 按道理啊 米莱追求取消监管 要求打造小政府 应该对经济和企业好才对 为什么会是这样的一个结果 本质原因啊 百年认为呢 米莱搞的休克疗法 没有法律作为边界 过于随意 看起来是大刀阔斧 但实际上啊 却是步子大了 扯着弹 对于阿根廷的企业来说呢 今天米莱政府甚至不惜违法 也要取消监管 看起来很好 但是呢 谁知道明天换上一届新政府 会不会来一个180度大转弯呢 过去几十年 阿根廷这种极左极右的转换 不要太多 要么就是全盘国有化 严格监管 要么就是全盘私有化 不要监管 到最后啊 历届政府把阿根廷从20世纪初 一个人均GDP超过荷兰 追凭瑞士的国家 硬生生的搞成了失败国家 与阿根廷相反 上世纪的中国 由于计划经济 向市场经济转型 就成功的多 相比于大刀阔斧 我们一直讲的是小不快跑 从家庭连产承包责任制 建立商品经济 到价格两轨制并一轨制 建立市场经济 再到改革国企体制 加入世贸组织 我们的经济改革 总共用了20多年的时间 支持民营经济的大方向 从来都是一致的 并且有同步的法律制度建设 所以才能够成功 而今天 有一些地方过于急躁 政策恰恰缺乏了法律依据 反而起到了反效果 比如说 最近有一些地方 出台了对于民营企业 和民营企业家的执法优待 向某些地区的劳动保障部门 提出要对民营企业 轻微违法行为不予出发 其中就包括 为按时给就业者办理就业登记手续 扣押劳动者身份证 以及担保或者其他名义 向劳动者收取财物等等 扣押劳动者身份证这种行为 我国居民身份证法 是明确要求要处罚的 没有豁免的情形 现在对于民营企业这种 行为不予处罚 是不是违反了稍微法 值得商榷 而这样就降低了法律的权威性 再比如 2023年 某些地方政府发文 提出对于民营企业家 实行私不原则 即能不补的不补 能不诉的不诉 能不判实行的不判实行 能不继续积压的 即使与释放或者变更强制措施 一时是引起舆论热议 抛开地方政府发文 影响司法实践的这个瑕疵之外 和舆论想的不同的是 私不原则 其实早在2018年开始 就由最高检提出 并在全国范围内实行 为什么要这么做 这是因为 过去地方上存在刑事手段 干预经济纠纷 一个案子 办死一个企业的情况 私不原则 是对过去状况的一种纠偏 但是这么多年过去了 民营企业的法治环境 有所好转吗 只能说 有好转 但不彻底 比如说 2022年 中国新闻周刊就有报道 有些地方政府 因为财政欠收 还是存在乱收费 乱罚款 乱摊派的散乱行为 根据国务院的公开通报 2021年 河北霸州出现了大规模 乱罚款等问题 内蒙古 席林郭勒猛 部分交警 为完成创收任务 对过往的货车司机 随意罚款 以刀切施的罚款 这种情况 显然说明了 我们的法治建设 还不健全 另外 在资本市场上 根据联合早报的报道 2023年下半年 因为股市下跌 几家大型的公募基金 受到窗口指导 要求避免单日竞卖出股票 如果报道是真的话 百年只能说 这种措施 短期内或许 可以阻止下跌 但是长期来看 反而违反了资本市场 自由买卖的精神 今天因为跌的多了 不让人卖 明天人家就不敢来买 对于民营资本 也是同理 今天或许感受到了特殊优待 但谁知道 明天优待会不会收回去 左传著书有云 行不可知 微不可测 则民未上瘾 行也就是法律 如果没有法律的约束的话 所有人都会感到害怕 所以民营企业 其实不需要特殊对待 最需要的 反而是健全法治建设 平等对待 一视同仁就可以了 除了存在忽左忽右的问题之外 我们的政策 在实行的过程当中 存在的第二个问题 是过大过小 或者互相打架 在学术上 这被称作是分解谬误 或者合成谬误 什么是分解谬误 就是说政策逐集分解以后 有硬性指标的政策层层加码 没有硬性指标的政策层层消解 比如说 最近几年政府搞数字化转型 有些地方提出了政务APP注册 使用量的考核 结果 考核量层层分解下去之后 层层加码 有的甚至分摊到了学校和幼儿园 加重了基层干部的工作负担 反而没有精力做经济建设的工作 去年12月份 中央还专门发文 要求解决这种指尖上的形式主义 而没有硬性的指标 或者难以提出硬性指标的政策 层层分解下去之后 反而会逐渐弱化 比如说 保教楼政策 本来是一个宏大且重要的工程 需要统一协调 但是因为存在现实的难度 任务拆解到各个部门之后 很多部门完成自己的分内之事 就结束了 各扫门前雪 不从大局考虑 就没能发挥主观能动性 再比如 从2019年起 国务院就专门开会 要求政府和国有企业 带头清偿民营企业欠款 但是在具体落地过程当中 因为地方政府通常位于强势地位 统计法院和执法机构难以约束 事情经常是不了了之 至今 政府拖欠民营企业账款的问题 仍然存在 去年的民营经济31条第6条当中 就依然在强调 完善拖欠账款 常态化预防和清理机制 而另一个谬误 就是合成谬误 就是说 单看各个部门的政策都是合理的 但叠加在一起就出了问题 比如说 最近受到市场关注的 游戏行业监管问题 相关文件是要求 所有的网络游戏需设置用户 充值限额 不得设置 每日登录 首次充值 连续充值等诱导性的奖励 单看这个文件 绝对是有利于防范 未成年人沉迷游戏 阻止非理性消费 很多家长们都是举双手赞成 但问题在于 这份文件大幅修改了 当前中国游戏行业的盈利模式 文件征求意见稿出来之后 腾讯网易等游戏公司股价暴跌 单日市值征发5000亿以上 到百年发稿的时候 相关公司的股价还未恢复 客观上来说 这份游戏行业的监管文件 虽然没有错 但是在当下这个实点 造成了资本市场的震荡 加大了证监会 金融捐管总局 等其他部委的工作难度 是不太合时宜的 所以文件出台第二天 还是个周六 相关单位负责人就出来讲话 表示要听取各方意见 进一步修改完善 回过头来看 我们的政策在执行的过程当中 为什么会出现分解谬误和合成谬误呢 根源在于 中国政策逐机传导的压力型体制 和对上负责制 这种制度 来源于过去以GDP为刚的时代 各级地方政府拆解GDP任务 就是这么来的 但是在新的发展时代 政策目标多元 很多的政策和监管 已经不能再用压力型体制来应对 否则就容易出现 各级部门各扫门前雪 和一放就乱 一管就死的现象 幸运的是 针对过去政策中存在的互作忽悠 忽大忽小的问题 去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当中 都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方案 短期的解决方案就是 国家要加强顶层设计 建立宏观政策取向评估框架 把非经济性政策 也纳入到评估框架当中 在支持民营经济 支持信心修复的大方针之下 一切不利于这个目标的政策 都暂缓推出 给民营经济以确定性的信心 比如说今年冬天 在工业大省河北 环保部门就不再搞一刀切施的环保限产 而是对于达到环保绩效要求的企业 可以不停产不限产 这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而长期来看 恢复民营经济的信心 还是要靠健全法治建设 在这一方面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就提出了 先例后破的概念 先例后破这个词语 最早是在2019年 在党和国家机构改革会议当中提出来的 当时表示的意思是 坚持中央和地方一盘旗坚持改革和法治相统一 相协调 本质上还是任何改革都要法治先行 做到有法可依 法先例再去改 法律不但要约束民众 企业也要约束政府和国家 为此 今年民营经济促进法加速落地 让民营企业在追求政府公平对待 公平监管的时候 有法可依 就是一个很好的实践 最后回过头来看 想要恢复经济信心很难吗 或许并不难 只要把1978年11届三中全会上 我们提出来的 有法可依 有法必依 执法必严 违法必究 这16个字做好就可以了 有时候 经济问题并不在经济本身 但是40多年过去了 对于幅然辽阔 有14亿国民 1.5亿家企业的中国来说 严格落实这16个字 实际又很难 所以 法治建设永远在路上 而这条路 永远没有尽头 本期的节目就到这里 别忘了关注百年说政经 关注后续更多精彩内容 我是百年 我们下期见